前几天小燕子赵薇把17年没有合体的黄飞鸿和十三姨 再度拉回到同一个时空 哇哦 激起老蚁迷满而无限的怀念呀 十三姨 飞鸿 而这次的聚会更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惊爆点 网友都以为许久不见的节扫励志也现身了 而且竟然亮丽如席依旧美得不可分物 知道刘家玲挑出来说错啦错啦 照片并非励志本人 哦 原来是个美丽的误会啊 可是这个误会却引起网友的热搜 想知道冠绝90年代的美艳女星励志 也就是解扫她的近况 或是年轻的影迷未能供逢其胜 想多知道关于励志多一点的事 这就要虎个我发工一下咯 今天刚好是励志54岁生日 先跟嫂子功课三行费咯 1986年刚从美国念书回来的励志 反港参加亚洲小姐选拔 惊为天人地夺下冠军 从此进入香港演艺圈 励志脸蛋美身材更是一级棒 但是在她参演的多部电影中 却多轮为卖弄身材的花瓶角色 看看她和成龙的双龙会就知道意思咯 可是这却无损她在虎哥这种贴粉 心中女神的地位呀 香港殷史最经典的两段出水浮龙镜头 却给励志包办了 Oh my god说句真心话的 过了25个年头虎哥觉得始终无人 能超越她的性感呀 李廉杰和励志这对夫妻的故事 很多网友都耳闻过 有人重心支持 又有人老是颇有为辞 李廉杰结过两次婚 前妻叫黄秋燕 比李廉杰大两岁 是李廉杰长达20年的同门师姐 也是一位动作女星 和李廉杰曾和演过少林寺系列电影 根据李廉杰上节目的说法 1987年6月她和黄秋燕 草草登基结婚并且迁军美国 剩下了一对女儿李四李台蜜 后来1989年 因为和周星驰一起拍摄徐克导演的《龙在天涯》 因而认识了励志 已婚了她才真正感受到 她真正爱得认识励志 而对黄秋燕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1990年20最终离婚结束这段姐弟恋 李廉杰把所有美国的财产给了黄秋燕 然后从零开始 继续与励志这另一段的姐弟恋 李廉杰跟励志说 如果十年后我们还在一起就结婚 意思是能经过考验的情感 两人才有办法走完这一辈子呀 两人情路走得低调 1992年励志还为了这段爱 宣布退出娱乐圈 最终两人在1999年正式结婚修成正果 然后又生下两个女儿 伏格另外插个话 当年李安导演筹派卧虎藏龙时 李木白云仙锁定的不二人选 就是李廉杰 只是当时励志已经怀了他们两个女儿 几经考虑最终她选择了家庭 周轮发也成了后来的男主角 前妻黄秀燕后来 改做了美容师 也觅得她的第二春 而励志与李廉杰 现在也都把重心放在家庭与公益事业上 故事总是有遗憾的 爱情里无智者跟无道德玩人 谷歌仅能简短用一两分钟说一个大概 有兴趣的话不妨亚呼热搜一下 有一种爱情就李廉杰和励志咯各位 Yakoyedaba HappyWhirstday andHappyNewYear Make 1080速 Yup